南港车站旁大型件案 斗大星光人寿logo 远看特别显眼 柯文哲在北市长任内 跟星光人寿签订 南港转运站BOT案 却被明代质疑 是北市科B案翻版 因为头两次招商时 开发权利金与固定经营权利金 加总是12.5亿元 第三次16.1亿元 第四次招商却直接取消 固定经营权利金 只剩6.1亿的开发权利金 你用这么建价的一个方式 市政府少了10亿的国库收入 知道是不是说 只有对于星寿那个 柯文哲会特别的优惠 明代会这样说 就因为同样爆出建筑疑虑的 北市科T17 18招商案 同样是由星寿得标 更巧妙的招商时间 都恰好在属于星光家族的吴欣 担任部分区立委期间 一开始的时候都是有一些设限 比如说像这个北市科 他就说希望有什么医学相关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 其实能够投标的厂商 就已经被设限住 我觉得这个难免会让外界质疑说 好像你会有一点点 就是说要给特定厂商 得标的这个嫌疑性 而不止权利金引发质疑的 还有工程进度 南港转运站BOT案 在2022年的11月开工 我们实际来到案场发现 开工近两年 却只盖出了钢骨结构 进度不如预期 就让明代接连跑红 我们希望检调单位 针对这几个案子 应该好好的调查 南港BOT案新光人寿 原预计2025年12月完工 但截至目前工程进度只有36% 能不能如其竣工 打上问号 而对于相关质疑 新光人寿至结稿前 没有回应 在李旋林书记李嘉倩台报道